好 回来第二节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10月17日 星期四晚上 大家好 你都会不断地去否定我们在香港录音了 保障我们的安全 是 现在香港真的十分危险 因为政府或警方已经去到无告的情况了 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有如当年上海滩的76号 一个特务机关有日没出 是 所以我们会考虑租船出公海录音 是的 因为昨天我录那段没了 我后来听到是直接没了 是啊 我们会访效赌神 这架船在公海录音 所以只能够这架船的注册国家才可以抓我们 其他人是不行的 是 好 回来正题 大家记得支持六部局 帮我们激活Facebook 记得帮我们按广告 还有用Facebook分享 还有记得建设性留言 痛激五毛留言 还有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 多谢大家 好了 好 回来就是要做一些政治分析 今天有一件什么呢 今天就是有一条贸理叫张建宗 就是上了电台接受访问 是 那这个人说什么呢 这个人就是说 就是叫大家 大家都记得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位人士呢 就是代表这个香港政府 代表警察 代表警察向市民道歉 是 当日这个人出来道歉 就是打算赢回这些分析 是 就是 当然 我们的政治判断 再加上所有的环境政供 都显示 就是这个人当时 是觉得有机会成为一个Pan B 所以就出来说一些 和我说一些 出来和他说一些 和他的老板 就是林郑月娥和盧伟聪 这一伙人 说一些不同的东西 啊 这个是这个 是 那说完 说完之后呢 那当然被人吐了 吐去的那些 不是什么高级的人士 不是林郑月娥出来吐去 不是郑月娥出来吐去 不是盧伟聪出来吐去 竟然是 一个低到不得了的 警察援助级协会的林志伟 是 是 蟑螂临 是 一个 叫做散仔会主席 是 竟然可以侮辱张建宗 叫他 叫他 就是说他没有资格 代表警方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麽荒谬的事 这个香港 这个香港 基本上 香港比小说更离奇的 可以出一本书的 是 你真的有没有见过 你真的有没有见过 就是一个政府 近乎是第二把交椅的人物 会被一个 纪律部队 还要是最低级的原作级协会 的 不知道是主席还是什么 的人 出来 演责完之后 他居然要向他跪低 是啊 匪夷所思 当然 荒谬还荒谬 其实最终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人 从来就是 现在林郑月娥 的一伙 人里面 的其中一个打手 这个人是 是 是 负责做 警察 dirty job 发言人 负责 就是本身警察 讲的东西已经dirty 他还要负责 dirty job 那一部分 是 是 尿虎中的尿虎 这个 是 或者尿虎清洗气 是啊 那其实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真正的判断就是 其实 十一前和十一后 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认为的局势 是 就是在政府的官场里面 是啊 大家记得很清楚 就是林郑当日上北京之前 就是说了很多东西 在那 在那是 就是知道自己失势了 正所谓 也都知道自己可能是会 没命啦 那当时她自己都说 跟传媒说 我还没死啊 是啊 没错了 那她就觉得生命受到威胁 所以呢 那段时间呢 香港呢她是 好像有些叫道日如年的感觉 是 但是呢 上了北京的局势 又好像有很明妙的变化 是 实际上有重大变化 对于她来说 她简直是 起死回生 对于她来说 她觉得而已 我强调她觉得而已 她可能现在面对更大的死亡 威胁她不知道而已 是 这个说得有可能 因为呢 现在那个上面是 十分之急需于 停止香港这个局势的 因为她那个 老实说 大家都知道 共产党 近二十年来 不断营造 她是一个 上帝级的政府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嗯 是什么都可以的 那些监控系统 你在网上说一句说话 即时一天平闭 接着公安打给你 接着国保上门 找你去喝茶 喝茶 接着那些人们 基本上你去到哪里都无所遁形 是等于好像上帝那样的了 中共 在这个中国人面前 所以才令到这么多人觉得 这个政府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 无所不能的政府 竟然是一个小小的香港 几个月都搞不定这帮人 在香港算是什么 算是老几 七百多万人 是不是 初初认为你们是一帮很和善的 很无反抗能力 或者这么说 很无反抗能力的一帮顺民 是啊 但是现在发现又不是的 是 她太过低估了香港人 对于价值的追求 对于价值的追求 是可以连命都不要跟你去追求 是 这个真的是香港人才做得到 也是 这帮年轻人 是真的叫做无畏无据 是 即使面对警方的这么严重的暴力 是吧 也都无所畏惧 这个真的是 我们 就是我们 年纪大的人 觉得都挺惭愧 我们是欠了这帮年轻人 是 那当然了 就是我们现在最能够做的就是 千万不能够 出卖她 或者做任何东西 是出卖她们 当然 因为呢 为什么我用出卖这两个字呢 因为当然了 就是温馨提示 大家很多人是会随时做这些东西的 大家要小心 所以 是没错 大把人在说的那些东西 都是预备了随时准备出卖这样的 那我们呢 是严密地监察那些人 因为这帮年轻人 没有人可以出卖之余 也都没有人可以代表他们 我们可以支持 但是呢 你不要想着去领导他们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是 没错 也都不是你们可以 简单点来说 不是这帮政客 可以去领导的东西 这一场是一场运动 是一场革命 是时代革命 不是政客革命 所以不是政客可以处理的东西 所以不是政客可以处理的东西 那我们说回张建宗 她呢 今天的表现呢 其实就呼应林郑月娥在北京回来的表现 是 没错 大家会很明显看到一个就是 林郑月娥回来的表现 就觉得好像重新得到支持 是 没错 支持那个不确定因素 就是对于她 还能不能继续做特首 甚至乎她的命 还能不能留在世上 也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存在 在11日之前 但是那11日她在上面 回来的表现 她就好像重新获得了授权 而这个叫做张建宗 这条光球戟 也都觉得自己已经 那个美梦粉碎了 她也都知道 认命 我还是没有这个命的了 怪怪你做回太监算了 那就说回太监说话了 是不是 是的 这个呢 九官官场自保 就是不失为一个好策略 当然啦 当然啦 她觉得自保到 是不是真的自保到呢 我们其实是有保留的 有保留 你们这班人 火同埋 外面中联办 还有建制力量啊 刘江华 和这班人一起出来的嘛 这班人代表什么力量 你背后搞了什么 你以为林郑月娥看不到吗 林郑月娥一定看到的 不过当然 对付香港市民和示威者的时候 暂时还是站在同一阵线 是的 因为她还要对付示威者 暂时放你一马 光球戟 在对付香港人 现在大家都很合力 但是呢 我们之前有个解读的 就是林郑月娥回来 好像重新获得上面授权 之前我们也透露过的 那个情况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 林郑月娥再开一张空投支票 应该是困碰了习近平 或者 决策香港的人 因为可能习近平之余 可能都要多问一两个的 那他们的想法 其实好像债主那样 一条债一直追不到 那现在那个债仔 主动告诉你 我真的有点点利息给你 接着呢 又是一张旗票的 快有钱回来 快有钱回来 你放心 我就快搞定了 那再开一张旗票给这个领导 让领导觉得 算了吧 我如果不收了他 可能收不到这条数 不如再信多他一次 所以他就是上任北京 是骗到上面的信任 那再来的犯额 但是 上面的信任 都是要建基于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老实说 全香港市民都知道 他一定做不到 但是上面是人知道的 嗯 另外一件事是什麽呢 他们现在呢 大家暂时放下这条Pan B 这个Pan B其实暂时都废了 他们现在得出了一种微妙的共识 每次拳斗完 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这一回合 这一回合 林郑似乎占上风 张建宗这个中联办体系一大堆人失势 还有一个 但是他们不是输家 他们现在有一家人是要 一家呢 在他们的权斗之后 是要负责去埋单的 那家呢 似乎呢 在我们现在分析和判断 那家是地产商 是商界 商界地产商 现在商界地产商呢 就好像拿着整个手牌都是最大的十仔 在那里被三家焗炒 那样 是 林郑似乎 现在那个情况呢 就是由一个叫石禮謙反映出来 那我们也说了 石禮謙就是这个李嘉诚的代言人 严格来说 那他呢 那他呢 就说现在政府啊 走出来抢地 喂 你现在和发展商在抢地啊 啊 你现在把这个叫香港的政治问题 用房屋来解决啊 想希望 在我们手上抢地出去 帮你呢 就舒缓外面的民怨啊 不是这样的 是吧 那现在很明显地产商呢 就成为他们开刀的目标 那当然 那林郑呢 她也不会一刀捅死你地产商 那她也给你一点甜头 就是呢 她的施政报告当天呢 地产股都有升的 因为觉得会对地产市道做好嘛 不过她这一招呢 就其实是封了地产商的后门的 她那个叫做放宽那个按揭乘数 有时800万的楼 开造九成按揭 以往地产商为什么那些楼买得这么好啊 就是因为你政府用行政手段迫金管局 接着又金管局捏着银行不准借嘛 你要买800万的楼要拿500万的首期嘛 我们都算过了 现在不是啊 现在80万首期搞定了 那就是说 很多光顾地产商 就是以前迫着光顾地产商的客人 会流去二手市场了 那这招是不是林郑 就是满地产商呢 表面上是好 你不好其实是满地产商的 因为她 不止了 施政报告 这个是最表面的解读 就是太过经济的解读 这个解读 这个不符合 是林郑想事情的 林郑想事情的 林郑想事情的 她现在呢 和共产党一体化了的 嗯 就是她不会和你去计数 怎样用一条数 去慢慢去刮你那个利润的 她不是计的这些东西 我都挺肯定的 她是想用行政手段去劏地产商的 所以为什么要拿土地收回条例出来呢 既然我现在试了新招 你们没有反对 当然示威者和香港人有反对 紧急法蒙面法 你们不反对 我试了力量了 我走下一刀 捉你地产商 那怎么样 你们上街啊 你们上街我不怕的 我经常吹雷弹而已 就找黑警打你咯 找黑警扮示威者 拨烂你的东西就行了咯 是 她现在在玩这件事的 她现在下一个劏的目标 很明显就是地产商 无论你地产商 怎样向中央表示你的忠诚 怎样在对抗示威者的时候 怎样关闭你的商场 让警察进入 帮助执法 不开门做生意 配合港铁 通通都没用 通通都没用 到最后她都是会用法例 用上方保剑 继续去搞你们 搞那些示威者不死 因为他们没办法 他们人多嘛 下法不自中嘛 对付你们呢 法律就有用了 尤其是 尤其是 才者的法律 对你们最有用 尤其是 你们有积产 你走不走 我一定要跟大家再三强调一次 读什么叫 rule of law 没有受权 没有制约的法律 那些是一些恶法 所谓的 那些是一些 无偿的权力 简单来说 那些是极权 那些你说的 加个法字 是没有意思的 你等于 法家的法 就是完全等于 如果这条法律 可以任意冲锋你的财产 那时候就不是法律 那大家会不会遵守这些法律呢 政府说明 可以任意冲锋你的财产 不需要向你解释的 是吧 可以跳过所有人民授权 去通过的法例的时候 那个法例有几大认受性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 就是没有认受性 不过没有你负 也不是没有反抗的 大家正在反抗 不过反抗被你打压 继续 是 现在香港人 是向全世界 输出我们抗争的方法 全世界都在学习 包括伦敦的示威者 都在学习香港的示威 现在香港是全世界 全世界在争取自由的桥头堡 不是他用一个法字 中文字的字 不是他用一个法字可以打压我们 是呀 你想想加泰也是 加泰不是审判那些独派领袖 要坐十几年牢的 那都是法律来的 其实 你真是问我 我真实意见 我觉得他做得越过分 只会反弹得越大 最好你就 最好你就取消区议会选举 不让人家选 好像俄罗斯那样 不喜欢的候选人 全部都拉上警车 带回警局 入赤壁监狱 入赤柱监狱 不是赤壁 壁屋 赤壁 是 赤壁 是 赤壁 是 不可以每次都看别人 怎样看你 如果外国人觉得你很暴力 那你是不是不为这些示威者 或者死去的人 讨会公道呢 这些其实都挺废话的 说真的 我也挺讨厌的 是啊 因为昨天 我首先做了一个预告 昨天我和两位在曼谷的网友 就录了两节特别节目 那应该过一两天就会出街的 那他们有个 其实他的看法 我觉得 反而他们看得通透很多 那大家留意一下 即是他们作为一个 长期关心香港人的泰国人 因为在泰国生活了三十多年 那在泰国日子多过在香港 但当然他们都是香港和泰国两边走 那问题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问题 你是不是因为对方 或者全世界有些人 有少少人看你 好像有些人觉得 哎呀你这样做不对了 那是不是你觉得 你们没有了正当性呢 是不是 这个看法是错的 本身就是错的了 本身就是因为你们的努力 不懈和坚持 令到全世界聚焦在你们身上 而不是因为全世界对你们的看法 而令你们继续抗争 没错 那是完全错的 是啊 你想想 最后你都不是靠别人过任何法例 他的法例是帮你而已 你不是靠他帮你去抗争的嘛 没错 没错 那可能是其中一个声援的 老实说 你只是说 你好像挪威有议员 提名香港全体的市民 竞逐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好像领了 竞逐明年的竞逐和平奖 你想想 人家都看到你是去打拨撼 人家也看到你去搏烂元气壽司 那他会不会觉得怕得罪日本人 怕得罪美国人呢? 不会的 他觉得你整体的行动是一个和平的 当然了 其中有一些可能有过激的行为 但是人家都看到的 是由警察做先的 不是你们主动的挑衅 你们被逼的 有条法例叫自慰杀人 是不是? 可以是无罪的 我生命受到威胁 我当然要逐出反抗 不是我死就是你死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话题足足可以开一节 或者甚至乎更多去讲的 我们今天就讲一点 可能深入一点去讲讲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都要再讲多几次 其实是 以正视听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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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回正题 那现在这个光头戏 是不是真的没有机会呢? 如果现在这样看 这一刻他当然没有机会了 这一刻 但是大家都知道 政治的东西 一天都延长 是不是? 一个10月1号可以反转的东西 一个10月25号 10月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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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又可以反转呢? 对啊 所以 真是讲不完这个世界 现在表面上张建宗是没有机会的 但是如果林郑一直以来都交不到任何东西出来 甚至乎那个局势 是更加控制不了 是 大家觉得老实说 警察的暴力去到这样升级到这样 其实 再下去 你除了 出街就全部拿着枪在街上 指吓那些人之外 令到所有人不敢出街 除此之外 我觉得他未必有这样的方法可以控制到 因为香港现在出来抗争的人 是占大多数的 是 啊 你只见那些餐厅 支持这个抗争的餐厅 生意好得不得了 其他的蓝丝餐厅 拍污蜗 水静河飞 你就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搞得那些真是假扮支持香港人 挂着标语都骗不了人 人家就知道你是假的 是吧 是 是的 那我想我们今天 就是讲到这里了 讲到这里了 是的 澄清一下 应该是10月有31号的 10月是10月大 10月是小的 是的 好吧 那来到这里了 好 明天再来过了 好吧 拜拜 拜拜